他就是古龍偏身詠春 馮鎮師傅 嗨 熊鎮師傅 聽知識話來的師傅 是呀 馮鎮師傅 梁鎮的徒愁 你好 你好 鎮師傅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梁鎮師傅 閦師傅 從佛山回到家鄉 如何受徒 他有的義官 贊相同 幾個債都不跟著他 說不定罵上來 蓋起他 沒有人在學 回來了,過樓 回來後,那些父樓 就問了詹先生 那些年輕人一個,兩個都沒有 不認識 詹先生上過三晚 然後才答應 他說好,教朋友幾個 開始的時候教 教了四個人 四個人 對,四個人 鎮叔,我聽到你說是梁讚先生的圖孫 你跟誰師傅 我跟黃華三 梁讚先生四個弟子之一 我三八年跟黃華三 那時候我跟他十七歲 黃華三有八十 二十三歲跟讚先生 讚先生七十 他根本上 讚先生五靖子八斬舵 他說有的手 二字蝦翔 二字蝦翔 榮多 有佛山 教八斬舵 即那些沒有教 沒有 詠春有佛山的詠春 有這裡的家鄉的葫蘆牌 葫蘆編生 葫蘆編生 即是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盡量就編 這手拳 不能夠用力 以由济江 以由济江 過手 大家過手知道 過手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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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也是有的 過手 用什麼呢 用你的身形 是 偏身 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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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根本上 正身好 偏身好 你有刮刀 都可以 跟著一根 那就多謝你了 好可怕